那時候一開門 沒事沒事 那時候一開門我看到我姑姑 然後我哥哥我就抱他一直哭 我就說我本來真的以為 就是我要走了 然後我阿嬤就跟我說你不要怕 他說我們就陪你一起等 然後那個男的 一開門來我家看到我家人都在 第一件事情就是下跪 他就第一句話就講說 拜託不要告訴我媽媽 我媽媽受不了 就是經不起這種大忌 他是馬寶 因為他什麼都要找媽媽 他手機不見什麼都要找媽媽 然後就一直跟我阿嬤跪著哭 說拜託不要跟他媽媽講什麼什麼的 然後那一天我家人就把他轟出去了 然後當天我也回老家住 就是我家人就說你不要再待在這裡 因為怕說他又再來讀我 所以從那天之後我是先回家住一段時間 然後之後回台北 所以我就是馬上找房子就搬家 但是中間還是有跟他媽媽講 可是他媽媽的時候 只傳一個簡訊過來 然後就是跟我講說 你不要再騷擾我兒子了 我兒子沒有欠你 你不要想要跟我們家騙錢 我… 我…